所以我不必假裝我是柬埔寨的余優院院長 我是台灣的余優院院長 我在苗栗後龍聖芳季 所以苗栗的後龍 其實在內政部的兒童局的一個正式的方案裡面 它是一個不善不適的地方 不是山區 也不是城市 所以叫不善不適 好,那那個 這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在台灣來講 它是一個算是資源相對貧乏的地方 怎麼說 如果在城市 像台北市如果各位有結合一些公益資源 你會發現台北的公益團體還蠻多的 因為幾乎所有的公益團體的總部都設在台北 那可是不善是什麼 哎呦,你竟然找得到網站 太好了 待會請幫我點一下最新消息 下面有一篇文章 好,那不善是指什麼 好,我們年輕人最希望的就是改變世界這樣的熱情 那這樣的熱情來自使命感 所以如果是山區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是福人大學 好像剛剛好多學弟妹 我也嚇一跳 好,現在不是同學我也誰在說 那那個 大學的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流行 不是去國外 因為那時候沒有錢 好,也沒有這樣的資源 這是現在比較有的 我們主要是到山地部落 因為我們都覺得那裡窮 那我覺得剛剛可憑分享的其實那裡真的不窮 說真的,我記得我第一次在那邊做服務的時候是在苗栗的那個也是因緣機會 在苗栗做南塞下族的服務 我們那五年每年都去辦下令儀 其實我還蠻羨慕那邊的生活 因為有一次我騎著摩托車載孩子從東河回到南莊回到東河鎮上 那是下午 他們早上來上道理班 我下午騎摩托車經過 他就跟我指責河裡說他爸爸在釣魚 我說你爸沒有工作嗎 他說有啊 我說他的工作是什麼 計程車司機 我說計程車司機為什麼現在在河裡 下午兩點 他說因為他只要工作一個早上就好啦 就是其實苗栗客運很少是搬車啦 就只有早上有搬車 所以搬車停完之後就沒有客人了 現在不是像現在那個什麼南莊老街這麼熱鬧 當年沒有 所以他的工作只有半天 他下半天就是釣魚 釣完魚就是回家吃晚餐 所以他 因為你就可以知道今天晚上吃什麼 那這樣的生活其實 我們羨慕羨慕 其實蠻羨慕 如果有一天我們 經濟夠了 我們可以在家裡工作半天 然後下午去釣釣魚 晚上就吃飯 這不是很開心的事嗎 所以我常常會在想 就是在這五年的時間裡面 我後來也受了一些別的訓練 我們天主教會有一個 靈修的方式叫做生活體驗 什麼叫生活體驗 就是藉由一些機會 我們到某些機構去住 可是那個住的角度不是幫助 我們不是提供服務 我們是去體驗他的生活 好 比如說新竹市有一個 新竹縣竹東正 你們如果有機會去做服務的話 你們可以去連結 它叫做世光教養院 它是一個重度跟極重度殘障 天主教總是收那個人家 不要收的啦 就是可能有一些光環收完之後 剩下人家不要的 我們會收 好那像那種 重度跟極重度其實我那時候 第一次看到極重度的孩子 其實我那時候也嚇一跳 那次我們晚上 因為我們每天晚上做完服務 晚上都會做分享 那同一梯的小朋友 同學裡面有一個學妹 他就講了他那天在極重度病房的一個案件 而且其實他都是地板 好那孩子都是在地上 因為其實極重度 他的極重度智障有一個情況是 他身體是扭曲的 所以你從外型看 那個學妹分享說 從外型看 那個孩子就是一盤肉 圓形的肉 中間一顆頭顱 可是他頭是草上的 嘴巴還是半開 然後他說那天晚上 他那天餵他吃飯的時候 他很生氣 因為他不喜歡 某一種餵法 所以旁邊的阿姨就跟他說 妹妹你不可以這樣子餵 你要一面跟他說 今天很好吃 我幫你弄小口一點 我幫你吹涼 然後就是把你的用心表達出來 就餵給他吃 然後他就一面跟阿姨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也聽到阿姨 做了一個分享 他說其實這個孩子也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 就像剛剛可憑講得很好 我們的人生都有選擇的餘地 對不對 可是這些社會邊緣處境的人 他沒有選擇餘地 連那個被餵的人 他沒有選擇的餘地 各位 你希望餵你吃飯是比較帥的 還是比較美的 還是比較年輕的 比較老的 每一個人的想法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就會影響你吃的心情 可是那一盤肉他沒得選 所以被我學妹直接抱了就抓在大腿上放著 然後跟阿姨在聊聊聊到一半 阿姨突然跟阿姨 他就突然問了阿姨說 他幾歲 20歲 學妹嚇一跳 他從來沒有抱過男人 他19歲 那個男生 那是男生 所以你會想到說 其實那樣的一個生活經驗 我們反過來去思考 他必須每天 可能從早到午到晚 他面對不同的 所謂的恩人 好 像我現在擔任院長的工作 我也是對外面都說恩人 謝謝你們捐款 謝謝你們來看孩子 謝謝你們來表演活動 可是你知道我的孩子怎麼說嗎 他說院長 可不可以不要每天都來參觀我的房間 我不是動物園裡的動物 我不是動物 不要 我就想到以前早期那個波波莫洪源 有一個籃子寫人類嘛 然後那個門是開著 你可以自己進去關起來拍照 我就想到那個畫面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服務的時候 其實常常 這幾年的那個志願服務 常常會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要記得這個是孩子的生活 他開放了 不管你去柬埔寨 不管去老人院 不管去植物人的病房 他開放他的生活 讓你去認識他 然後社會服務工作 我們在這幾年也做了很多的反省 我們常常提出說 叫做暗主才是專業的 什麼意思 就像剛剛我很佩服那個 我們的 剛剛的舞團 跟憂鬱症的同 那個同學 剛剛沒有看到 走了嗎 在那裡 不好意思 對 其實你們在那個生活裡面 才是專業的 怎麼說 他們24小時都在那個處境當中 可是我們好像讀了幾年書 就覺得我要去幫助你 那態度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可能我家 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將來 可能你們會做一些連結 不管是你的公司 還有一些公益的 公益的需求 或者是希望能夠 提升你們的一些公益形象 當然歡迎參考我了 我還是很需要資源的 對對對 那個遠在天邊 因為那盡在眼前 好這兩邊都很重要啦 那不是這一頁 好接下來一點 那個在 呃不好意思 從這就看得出來 我們其實資源缺乏 因為沒有很好的網管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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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欸應該是 乖 乖 欸最新鮮也先點一下 還是 好 直接一下啦 我分享一個故事 因為剩下兩分鐘 這邊發展 好我進了 我是今年3月1號 才進到育幼院擔任院長的工作 那我自己在過程當中 我就漸漸想要幫孩子 寫一些故事 那今天其實是阿川 阿川走了嗎 川哥 謝謝 好我今天早上是去他們的福慶團 幫他們做演講 可是他就邀請我來參加 這邊的一個聚會 我覺得很好 那簡單的一個故事 這只是我拋磚引玉啦 因為其實我手上 還有兩三個故事綱要 可是我真的沒有時間寫 所以剛剛好像 好幾位故事人 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我聯絡 可以把故事Pass給你 版權就給你 你只要提到聖房記就好 那我的目的當然就是捐款 好來 發展 3月的一個晴天 其實那我剛到 這傍晚 我們的一個小朋友 叫恩恩 他在祈禱時間 不斷地干擾大家捉弄 事後我 就是我牽著他的手 一起發展10分鐘 為什麼10分鐘 因為他10歲 好剛剛有一位教士 好像有兩位教士嘛 那個小朋友 然後發展的原則 基本上跟他年齡有關就好 就是比如說他一歲的小孩 就罰1分鐘 10歲罰10分鐘 絕對沒有虐待這個問題 沒有關緊閉的問題 剛開始恩恩動來動去 因為其實他是過動兒 所以罰10分鐘 為他來講是很難受的事 所以我要簽註他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就叫他看上面的時鐘 要求他兩隻腳要著地 所以他把他一隻腳 三隻腳 外星扭吧 我都不管 我說你只要兩隻腳著地 我管你怎麼站 都可以 他漸漸安靜 我就從上面看他 其實他就這麼搞 他很瘦小 臉很白 他臉龐其實很可愛 平常看不到這個臉 因為他平常都在作怪 我說你現在看起來很可愛 好你白癡啊 他所以罵了好幾句髒話 過了一會 我又講一次 你真的很可愛沒有人跟你講過嗎 他要再罵我 反正你讚美他他都罵你 好這次柔和一點 八分鐘過後 他很認真的看 我又再講一遍 他說你屁啦 院長 除了你以外 爸爸都沒有說過我 怎麼可能會有人說我可愛呢 等一下 10歲的小孩子長了10年 他爸爸其實有來看他 偶爾 我覺得很難過 我就跟他講 這次回去要跟爸爸講 剩下故事 因為只剩9秒鐘 幾天後 我發現一件事 他爸爸每次答應他都失言 一下子說沒有車子 一下子說車子接不到 一下子說山路很遠 最後呢 其實恩恩再可愛都沒有用 因為爸爸不來看他 他不乖有不想乖的理由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 我如果幫恩恩一起罵他爸爸 他爸爸通常爽約之後 他會有兩天經常作怪 我跟他一起罵爸爸 他只要一天就好了 所以其實孩子不乖都有他的原因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慢慢去學孩子的生活 謝謝